疫情三級警戒到現在已經接近一個月了 配合防疫減班 雖然有減少和人接觸的機會 但是勞工朋友也漸漸吃不消 近期傳出有多種聲音 都表示現在沒班可上的窘境 賺不到錢除了生活費沒有著落 也讓人擔心下個月的房租 到底能不能繳得出來 一定要要求政府把關於租屋 特別是租屋困境這個部分 納入紓困的範疇裡面 2號潮雲團體催媽媽基金會 和都市改革組織 邀請跨黨部立委召開記者會 呼籲政府要注意到 民眾繳不出房租的窘境 是紓困對象符合的這些 相對弱勢跟脆弱的階層 而且重點是他有租屋事實 這個部分是我們這次覺得 應該在這個紓困方案 特別協助的對象 除了針對社會住宅住戶 和吉林租金補助者等 相對弱勢族群 希望政府針對租金的 繳緩方式 減租的條件和額度 有個具體指引 再不是法定的弱勢族群 但同樣有租屋需求的勞工階層 立委們也提出建議 利用歐美的經驗建議政府 服務產業的從業者 備受衝擊 繳不出租金 但是還是有一些無法被歸類的人 那但是這些人呢 這些家人通常就是 他就是最弱勢 而且是最需要被照顧的群體 部分民眾繳不起房租 成為疫情下另一個課題 如果再被房東調償租金 無疑讓房客的處境雪上加霜 因為疫情影響 倭居族群面臨進退兩難的抉擇 薪資受到影響的情況下 僅能期待紓困4.0 能一屆燃眉之極 人間衛視正名城 陳奕宣 台北採訪報導